因颜色鲜红漂亮,味道酸甜适口,所以这道菜形象地位称为樱桃粥,是我们东北非常有名的一道菜,和锅包肉一样,都是深瘦女士和孩子喜欢的甜口菜,也是餐桌上点几率非常高的,其实不必非得沾饭碗才能一饱口服,这道菜其实很简单,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出来,樱桃粥的做法步骤,一,将里脊肉切成1.5厘米间方的块加少许料酒和盐拌匀静置5分钟, 2.干淀粉,用少许水搅成浓稠的淀粉糊,程度使筷子拌上去有阻力 3.将拌好的淀粉糊,倒入肉丁中用手轻轻抓匀,就用了淀粉糊的碗放入醋白糖盐和二汤匙的水,可以点点水淀粉拌匀成为止 4.锅放植物油烧至五成热,将拌好淀粉糊的肉丁,逐一放入油锅,放的时候可以抓一把,用手指碾开逐一放入中炸至刚变色捞出,油再次烧热到没有水的劈啪声 5.倒入炸好的肉丁复杂至金黄糯出 6.锅中的油倒出至留少许底油,小火炒香番茄酱出红油,倒入拌好的位置 7.中火至浓稠,点入少许熟油 8.倒入炸好的肉丁炒匀至每块肉丁都沾满笼汁及关火成出 小窍门,樱桃肉是东北名菜呀,而且好像还是大菜 据说从澳台府传出来的时候,真是要用樱桃汁烧制的 但寻常百姓家做不了,后来就改用番茄酱调味了 因为全部用番茄酱而不用沙丝,所以要比古老肉酸一些 而且肉会炸得很酥脆,个人认为还是肥瘦肉的樱桃肉更好吃 理解炸不好亏硬污,要小心 不过理解比较瘦健康一点 理解炸不好亏硬汁,要小心